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今晚阿隆 今天我帶你去吃東西 我們又來弘佳市吃好西 wet market 對啦 由米會比製成 我聽到今天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總廚 即同意在澳門都沒有的叉燒 美叉燒 叉燒嗎? 沒有叉燒嗎? 沒有叉燒嗎? 我們來找華哥出手 上菜 今天升級總廚 配升級嘉賓 王先生 謝謝韓國今天邀請我來試試新的菜式 這個是母娘叉燒 這個是由一個家庭菜演變出來的 我們給的名字叫做老娘叉燒 我本來以為是用老乾媽來做的 用老乾媽來做的叉燒 今天錯了 這個叉燒跟我們煮的物質 叉燒其實沒有分別嗎? 有所區別 我們傳統的叉燒 就是用蜜糖來燒製 這道菜叫老娘叉燒 為什麼老娘叉燒 這道菜叫老娘叉燒 為什麼老娘叉燒 在十幾年前大量 上一年多 當然大量有 他自己買了一個命運花腩 回家裡 就想著煮一頓菜 給小朋友吃 在家裡的小朋友吃 煮一頓菜 現在這個腩肉的時候 這個大嬸有些事走開 走開之後 這塊五花腩 越煮越收水 變成煮叉燒的形狀出來 當沈回來看的時候 好像 另一件事 本來是做老肉 為什麼好像整塊叉燒 這樣拿出來給家人去試 反應很好 這件事傳出來 我們有些師傅 就跟大嬸聊天 將他所做的事 現在我們做的叉燒 我們加了五枝木桃 五枝木桃 它有一種椰汁的香味 再加上自己的香料 配料 造成今天這個老娘叉燒 來到我們澳門 農天美食 就落了一腳 擋到這麼久 口水都流了 好 起筷 好 試一下 我們一邊吃一邊講解 我們這個老娘叉燒 你們是怎樣吃的 這個老娘叉燒 有很多肥肉 我記得有肥肉 有很多瘦肉 其實吃了肥肉 才一定吃瘦肉 還是一起吃呢 這個個人喜好問題 為什麼呢 我喜歡吃肥的 肥呢 它的五花腩 有些油香味 我試一試 完全一口試一下 外面做的叉燒 主要用回頭肉 回頭肉做我們廣東的叉燒 比較正宗 因為它有肥 有少許瘦 還有有些筋 有些軟筋 口感就不同了 但是我們這個老娘叉燒 就用五花腩 肥瘦三 餐半 這個口感是 那些物質叉燒不同的 它又不會太多 但是它的鹹味 有一點點鹹 就是這個味道 很平衡 也有一點點 例如椰汁 味 還有一點 酒香 是的 就是媽媽說 什麼生 生 肯定說這個叉燒 那就殺我 那三紅叉燒 都吃了 哈哈 黃先生 以你在澳門街的知名道 還有你去這麼多名店吃東西 我們這裏 就是街坊的食物 那是否適合你的味道 還有我們這個叉燒 在澳門做一個推廣 我也認識很多不同的食物 閉上眼睛 你告訴我 在六星酒店吃的 我 我完全是 不會覺得有問題 很簡單 放在嘴裡 嘗一嘗 不一聞吃一吃 就知道了 那不是 有一點點 酒精類飲品 因為有些 都有一些肥的 紅肉 始終是 夾著一點點 白節省 在澳門 都是一個大的品牌 那你們有什麼好的美酒 來配合我這個叉燒呢 紅酒 白酒 威士忌 還是奴役十三呢 我也是可以的 我也是可以的 喜歡就可以的 哈哈 師傅的做法都不同 所以我們龍天堅持 用我們好的品酒去做 還有好的食材去做出來 絕對是 這個好合 送飯一流 是 現在就是差碗白飯了 一斤白飯 起飯